這個遙霧精度是甚麼意思 這甚麼意思 我看不懂日文但我覺得它看起來很重要 我不懂日文但我覺得遙霧精度應該要把它開到高對吧 我們先把它拉到最高阿 今天給各位準備了各種好玩遊戲 先來玩這個Piso-3D 跟你講這個一定好玩 你看看這能不好玩嗎 有沒有 屌虐了其他玩家 我幹死了勇敢的精靈 我幹死這個Happy Falcon 換小刀戳他 幹 死捏 死捏 他也換小刀等一下 他是玩家嗎 他為甚麼會跟我一起換小刀 我以為這個一定是電腦 好了我頭暈了 我可不可以退出阿 你玩得像電腦好了啦 不要羨慕我的技術 這個很老了真假的 他只有一個選項耶 就只有這個 所以一定要玩玩這三分鐘 好了算了 算了我投降 我們來玩別的 沒辦法拆掉小學生房子 人類Minecraft 沒有遊玩的必要 沒有錯 投票嗎 我連三分鐘都玩不完 這投甚麼票 我選擇死亡喔 算了吧 當我沒玩過 當我沒玩過 你贏了是你贏了 我玩一下就覺得頭好暈喔 好我們來玩這個瘟疫危機 還有擴充包 這個瘟疫危機喔 很讚 簡單來講呢 你就是要感染全世界 讓全世界被感染 我們先玩個一般的這個病毒 還可以選遊戲難度 新手和快速遊玩的玩家所設計 從未有認真洗手的人 醫生不照常上班 病患照常擁抱他人 主播做過兩三年前玩過真人版的 那請問真人版的這個 大家會認真洗手 醫生會正常上班 這個病患會擁抱他人嗎 然後這個普通喔 這個67%的人會洗手 這個醫生每週工作三天 幹工作三天太少了吧 困難強制洗手 醫生不下班 這個 這個不會有過勞的問題嗎 醫生不下班 我們來玩個普通的 我們來叫做工商天使降臨 遺傳密碼 經過不同方式 給你更多的DNA 利用空氣傳染強大的病毒 退化所需的DNA不會增加 好不知道 隨便選 我們要努力的擴散到全世界 消滅所有人類為我們的終極目標 選一個國家來傳播你的病原體 請問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可以選台灣嗎 看起來不行 非常難過 工商天使降臨 開始在南非散播 這是一種病毒 我記得冰島很難感染對不對 傳播途徑 消耗九點進化 空氣傳播強化 加速傳染 冰島要耐寒點二成的散播 是不是 我們變異出了貧血的病症 現在這個工商天使降臨會造成貧血 義大利黑手黨變得強大 專家擔心孩童不重視閱讀 海嘯侵襲菲律賓 蛤 南非地區現在有1500人感染了 哎呦 現在感染這個工商天使降臨已經會感到噁心囉 我記得有加速 右上是不是 真的噁心 亂講 怎麼都在南非啊 怎麼散播不出去 再加個水 有了有了 散播出去了 散播出去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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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咳嗽傳染 噴嚏傳染 先把途徑挑高 0死亡不用急嘛 先讓大家擁有這個病毒 再一口氣殺光他們 你這個危險性太高 大家就會加強防備 我們工商天使持續擴散中 哎呀 怎麼有人開始發明解藥了 急什麼急什麼 特殊能力變得不穩定 增加突變 增加一點抗熱跟抗藥能力 讓他不好殺 小倉鼠持續增加 沒有錯 哎呦喂 你看 整個巴西都感染了 太棒了 哎呦 開始有人發明解藥了 急什麼你們 再增加抗藥性 再增加一點變化 讓他成為一個不好治好的病 但是又沒有什麼危險性 發生了第一起死亡 哎完了 開始有人死了 整個世界都被工商天使降臨了 太棒了 只是你看這個冰島 過不去 該增加奈寒了 抗寒點起來 哎呦哎呦 要開始進攻俄羅斯囉 你看看這個俄羅斯 哇這個國家是快死光啦 蛤? 結藥研發完成了 快逃啊 趕快進化 結藥還有77% 冰島封港了 我們過不去啦 哈哈 不 人類最後的樂土 空商天使過境 寸草不生 哇過不去了 可不可以用海風把它吹過去 蛤? 全世界剩一趴活人 失敗 殺死了所有宿主 而一些健康的人成功幸存 哭了 我們失敗了 有一批人躲在那個小島上 可惡 這個瘟疫危機喔 它真的是挺好玩的 有一陣子喔 我還蠻愛玩的 推薦大家可以玩一下 我記得好像十幾塊而已 也不貴 那它後面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DLC包可以買 不同版本 還有什麼 反叛公司新的遊戲 還有殭屍模式 跟猩猩模式 有殭屍模式喔 小倉鼠沒有輸 他們活下來了 好了啦 全世界都被我殺光99%了 剩一趴的手遊 躲過了工商天使 成功迎接工商死神 反叛公司60塊 其他的應該就是DLC的擴充 場景工房還可以自己打造 有點意思 好啦 這款瘟疫公司喔 推薦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真的是蠻好玩的啦 反叛公司不錯是不是 之後找機會也來玩一下 好啦 結算 這款瘟疫公司 陰性92% 陽性7% 149人投票 超級有料遊戲啦 真的好玩 推薦大家 沒玩過的 可以試試看 他看起來喔 畫面雖然蠻簡單的 但實質上玩起來 是蠻有趣的 好 接下來來玩這個 這款名字有點長 叫做 雷斯勒利安娜的煉金工坊 哇 這個名字挺長的 這是 這個之前萊莎煉金工坊 這個同一個系列喔 他的最新續作 那這個系列呢 已經26年了 最新的系列 被稱為是正統續作 但呢之前都是一些單機遊戲嘛 像萊莎也是單機遊戲 然後這一款呢 居然是手遊 然後當時喔 這個在他們的升放送的時候 我就有看PTT大家的討論 然後日本那邊好像哀嚎片耶 這個整場直播下來 說是手遊 但也沒有分享玩法 看起來非常的微 看起來不太妙 那我們來好好來看一下 這款玩起來到底如何 不過呢 先說這個是日版的 所以我很多東西應該是看不太懂 看一下開頭 你看 左下角有寫TING NINJA耶 TING NINJA不是做人王的團隊嗎 這遊戲抽卡有料是不是 啊對了我們之後 也可以開始玩一些日版遊戲了 唉唷我已經 弄了日本帳號 可以比較方便切換了 雖然也不能說到超方便 但就是可以做到 煉金粉不喜歡這一個 你們現在是質疑我大光榮的做法囉 你們這些煉金老害 給我注意一點 你們在阻礙光榮的未來 有玩過歷代的煉金工坊嗎 一代都沒有 一代都沒玩過 哎唷 角色是不是看來不錯 建模看起來挺好的啊 這就是我玩的第一代 沒有錯 這就是我玩的煉金工坊的第一代 你絕對不能質疑我 因為這個是被稱為正統續作的 不需要玩過眼睛就可以體會 沒有錯 單機老人之詞 這種煉金什麼類型的遊戲 感覺就不是我的菜好不好 很合理 沒有錯 這就是我 煉金工坊系列的正統初體驗 嘻嘻嘻嘻 烏鴉要來了嗎 烏鴉要來了 大腿肉大腿肉 挺可愛的啊 已經給了足夠資訊 大腿咬肉 大腿咬肉 胸部胸部 大腿屁股 完美 這遊戲已經無敵了 好啦差不多啦 先skip 有點可愛 不錯啦 角色挺可愛的 可以在設定那邊 調整胸部晃動的強度嗎 是真的嗎 不能吧 可以真假 過分了吧 這遊戲 他把煉金說的玩家當什麼了 把煉金工坊玩家當成什麼了 煉金工坊的玩家是想要看這些東西的嗎 我相信那些深度的煉金工坊玩家 是會鄙視這種設定的 怎麼可以這樣 呵是是是是是 大腿 我以為煉金工坊的玩家是著重於這個系統多麼深度好玩 體驗煉金的樂趣 我勸你別多管閒事 真正的大腿肉來了 烏鴉起飛 已經猜到了這一集的封面是來殺 肯定了吧 我看不太懂 但是戰鬥動畫 老實講是真的挺賞心悅目的 這就是煉金術師嗎 好猛 好打 真的好色喔 這是魔法師吧 對阿 到處都是封面素材 真的很愛從下面往上take 先take下面然後往上拉 人物就一二季CD不同 出席完不用在意 攝影師很會 好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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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他們找到流量密碼 就一路從動畫take到這裡了 哼 萊莎隨便動一下就晃 救命 我暈了 太暈了 比剛剛那個PixelGang還暈 這個對話框有點礙事耶 他是當我聽不懂日文是不是 還要特地把字放出來 這對話框可以縮掉嗎 欸我發現可以耶 這個是一個細心的遊戲 這遊戲我覺得值得100分 原來是真的可以關掉 他想得非常清楚 剛剛我所說的一切都是錯的 我向他道歉 我向光榮道歉 光榮果然是最懂的 細心優秀怎麼輸 你以為光榮沒有想到嗎 是 是我錯過光榮了 無愧是光榮 馬上道歉 對不起 真的是做得挺好的 這個之後有PC版啦 我記得他是三平台都有 這個水準上PC我覺得也是蠻夠的 唉唷 這個動作有點故意 很某的準備好了 這個彎腰實在太故意了 我們 我們強力譴責 做得那麼好幹嘛做手遊呢 不是阿 你做得很好的話 為什麼不能做手遊 沒什麼問題阿 手遊比較賺錢阿 嘎嘎嘎勸你少管閒事嘎嘎嘎 烏鴉大使 聽你假火力全開 為什麼不再 你的臥龍跟人王火力再開更大一點 這個技能提升 有自戰 完美的 雖然看不懂 但也可以用自動戰鬥處理 可愛 自動加速掃蕩都有 等一下 這遊戲是不是想得太清楚了 而且這個角色坐在這邊這樣子 也是美美的 晃的程度絕對不對勁 覺得該好好研究一下 是 你各位應該都要好好研究一下 懂人心的遊戲 老師都好色是我的問題嗎 沒有錯 他看起來真的好色喔 光榮是一間會吸取經驗的遊戲公司 這遊戲開服已經營收快破億日圓了 還有 這是其他代的角色嗎 左邊那個好像是前幾代的是不是 大集結 為什麼早期的服裝就這麼色阿 賣情懷 我已經預想這遊戲會變多大的金庫了 這種情懷我最買單了 沒有錯這種情懷我也要買單 我覺得這款遊戲非常懂人心 很棒 對字幕關掉看不到名字啊 沒差啦 每一幕都能當封面 好希望每一段都可以當一集封面喔 好爽 可惜了 而且很認真說這個動畫量 確實也還佔多啦 好啦我們該 我們該跳了 該去看看有沒有抽卡了 直接跟你說我們都是穿越來的 沒有破壞舊座 絕對沒有 這是要煉金的環節了嗎 他的畫面做得好棒喔 天哪 他的畫面真的好讚喔 這個遊戲真的是想得很清楚耶 雖然我現在不知道怎麼玩 但我覺得好棒 什麼哀嚎片也我們大力譴責 沒有錯 之前那些這個直播的時候 哀嚎片也的人 我們大力譴責 明明看起來就香到不行 有夠讚 那些譴責的人 都是老害 阻擋我們光榮邁向更長遠的道路 邁向遊戲的未來 能用VR一定很讚吧 沒有錯 煉金老粉哭了 弟弟流下了眼淚 你看我當時就說 這個出手遊我一定是開心的 你看多開心 我就是其中一個 愛賢又愛玩 那你現在有覺得好一點了嗎 今天開始 誰跟光榮大哥作對就是跟我過不去 現在光榮已經成為大家的大哥了 戰鬥跟Ferran有點像 打破盾條 可以讓敵人的行動順序往後排 這款目前只有日文啦 搞不好賣得很好的話之後 也許會出中文版啦 Steam確定有中文 PC有中文版 我朋友說他第一天玩這個就課了五單 該要可以抽卡了吧 多了一個可愛獸爾娘 可愛 唉唷進OP了 好了 冒著被版權炮的風險 來看一下 這個可能會版權警告之後 影片直接不見 不過我們會剪精華 影片如果不見的話 就不用大驚小怪的 今天封面用來殺 絕對沒有問題 嘎嘎 嘎嘎 抽卡來了 抽卡也有歌 這個抽卡畫面也不太長啊 T0啦肯定T0 我刷不到這隻破防 真假的 到底真T0還假T0啊 我那一隻特別能抽 真的假的真的是T0 靠你喔 笑死 他那一抽應該是必定是高星角吧 可愛 首抽四隻最頂的 BSS四選一 但你那一隻 我刷了二十次 只出了一隻 哎呀四分之一而已啦 還好好不好 講得好像多難抽 就四分之一而已 看一下喔 機率如何 0.5%抽到萊莎 三星是4% 我還要免費一抽是不是 跑起來 真的抽到萊莎會破防 不會啦 不會抽到萊莎 一般遊戲都是3%喔 沒大事 你看 沒事嗎 有難的我破防了 這一款重刷30秒而已 有那麼快 可以投票啦 他的待機 他的待機也做得太好看了吧 這個待機畫面 待機畫面會隨主線變動喔 喔 還可以60fps 還可以更高 齁 品質全部可以再調更高 這個 這個搖霧精度是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看不懂日文 但我覺得他看起來很重要 我不懂日文 但我覺得搖霧精度 應該要把它開到高對吧 我們先把它拉到最高喔 全部開到最高 看我的手機能不能扛 這個手機能不能扛 我看不懂 但我的直覺告訴我要把它調高 變60fps了 好晃 這就是濕滑的感覺嗎 沒有錯 他只是身體輕輕 顫抖一下 就一直晃 要吃暈車藥了 集體暈車 他有生命阿捷哥 連生命都有了 剩下的自己體驗啦 自己去下載 好啦結算 其他廠商傾向光榮多學學 沒有錯 手機噴火了沒 我是用ipad啦 ipad的散熱板比較強 所以還好 沒什麼大問題 這塊 雷斯勒里安娜的煉金攻防 陰性91%陽性8% 312人投票 優質遊戲喔 每天都要玩 這就是最頂的了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這個大家有興趣的話 目前只有日版啦 自己要換成日版帳號 自己去下載 那我們這邊也歡迎 常商未來可以先預訂來下單一下 這個給我工商喔 這個絕對頂頂的好不好 91%該有工商了吧 光榮大哥 這個之後出這個PC的中文版喔 記得找我 好啦 今天開來就開到這邊 好玩喔 掰掰